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 这是一个年老的父亲 一个长久的服侍者撒加利亚 对刚出生的儿子 施行约翰的预言 这是一个关于拯救的预言 对已经亡国多年的犹太人来说话 说安慰的话 这段预言更是点名 约翰在上帝拯救工作中的角色 约翰要成为一个先知 传讲上帝的话语 宣布拯救的福音即将领到 他是一个预备者 要成为为救主预备道路的人 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 因为约翰要在人民的心 还懵懂的时候工作 约翰要呼吁改变 而人类讨厌改变 约翰要呼吁悔改 但是承认有错是件困难的事情 也许会有愿意悔改的人来跟随 但是会有更多既得利益者执政掌权者反对他 更困难的是 当任务完成 约翰或者没有机会看到改变的成果 他将成为第一个离席交掌的人 完成一个时代的完结 也交付自己的生命 然而约翰认真对待自己的使命 把与上帝同工 看作重大的恩典 正如他的名字所表明的 他可以坦然的说 他必兴旺 我必衰违 他可以因为看见耶稣 出来传道而喜乐 他甚至鼓励自己的学生 来跟随耶稣 在门徒还不明白的时候 在祭司和法利赛人 怀疑敌对的时候 在众人看热闹的时候 约翰已经有一种笃定 知道自己是新郎的朋友 救主的朋友 即使因此走向死亡之地 亦是喜乐 难怪耶稣这样评价 是解约翰说 凡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新起来 大过施洗约翰 能得救主如此夸赞 施洗约翰真是 良善忠心的仆人 上帝所建选 合乎主心意的预备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